安德广沙千万间大比天下寒事聚欢言 自驾屋顶的茅草随风飘摇 杜甫想却是天下寒什么的冷暖 或许正是这种悲天敏人的情怀 疏邪苦难温暖人间的精神力量 后人称杜甫为圣 而他称自己为狂 说到狂就得先提一提杜甫的爷爷 被誉为五言律师的奠基人 以狂著称的杜甫言 这位狂到啥地步呢 一次他参加官列评判考试 走出考场时却说 这苏卫道必定会死 苏卫道可是主考官 众人听闻大惊 这是为何 他说他看了我的文章 一定会羞愧而死 原来杜老爷子 是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众人听了 不尽得一个劲的翻白眼 要知道苏卫道 那可是苏氏的九氏族 也是与杜甫言齐名的大文豪 杜甫也颇有祖父的遗风 只是他比祖父狂得更有神力 很多人以为杜甫是个苦哈哈的诗人 但其实他是个妥妥的官二代 加富二代 唐代曾有一首童谣说 城南伟渡去天吃午 意思是 经召伟家和杜家 势力这么大 咋不上天呢 这杜甫一家 是经召杜家的一支 从汉到唐 世代为官 杜甫的父亲 杜贤 官之无品 母亲出生于 五姓七王之一的 清河崔氏 是个豪门千金 过元712年 杜甫出生在河南拱县 这一年 唐宣宗登基 开启了之后 三十年的开元盛世 以为杜甫的青少年时代 提供了平安繁荣的背景 不过杜甫 15年丧母 姑姑呢 把她接到洛阳的家中抚养 对杜甫 甚至比自己的亲儿子还好 以此杜甫和表兄 同时生病 姑母找人问补 说是住在东南方的孩子 病会好 原本表兄住在东南方 结果呢 姑姑竟然把这两个孩子的位置 对掉了 最后只有杜甫活了下来 可以说 没有这位伟大女性的 无私付出 就不会有后来 忧国忧民的 一代诗圣 杜甫自小受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 看过公孙大洋舞剑 听过李贵年唱歌 七岁时呢 就开始写诗 这开口啊 就欧哥 白鸟之王的凤凰 夫人的孩子晚当家 十五岁时啊 用杜甫的话来说呢 自己还是个孩子 上树爬墙 路枣斋里 这一天能做一千回 十九岁时 杜甫离家去寻找 老师和远方 在吴越游历了四五年之后呢 二十五岁时啊 走过场去考了考进士 理所当然的落榜了 但杜甫呢 也没有在意 跑到当时啊 在衍州做司马的父亲那儿呢 要了路费啊 开启了自己的奇诏之游 这是一场啊 奢华的旅行 主打是唱歌与打力 杜甫有诗云 放荡起草间 求马颇轻狂 春歌从台上 冬裂青秋旁 望月就是他此时登泰山而坐 把年轻世人壮直凌云的豪情 展露无遗 代宗夫如河 其鲁清未了 造化终神秀 阴阳隔婚笑 荡胸生曾云 绝词物归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笑 三十岁时啊 已是大龄圣年的杜甫 暂时中断了漫游 迎娶了四农少卿杨姨的女儿 这杨氏啊 可是个温婉贤惠的大家闺秀 杜甫一生啊 只钟爱这一位贤妻 天保三年 三十三岁的杜甫 在漫游途中 揭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 李白 那时的李白啊 已经是名扬天下 刚被玄宗 赐金放还 正在游山玩水 求仙访道的路上 这两个人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情同手足 一起谈诗论道 成天是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 喂水雄 感情好到啊 罪免秋功辈 携手日同行 看出来了吗 要论豪放 这里一把有一斤 咱们杜甫也有八两啊 古人云三十而立 杜甫三十多岁了 还是个无业游民 特别是随着他父亲的去世呢 这杜甫不得不开始挣钱养家了 而且他还是颇有正报复的 那就是要辅佐皇帝呢 成为姚舜那样的行明君主 是正通人和 风俗醇厚 天保六年 三十五岁的杜甫 愁出满志的来到长安 参加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科考 结果呢 又落榜了 倒不是因为杜甫才华不够 而是当时的主考官 是口秘附建的奸相李林府 他杜贤技能排出一几 干脆一锅端 当时考生全都落榜 然后告诉唐宣宗 可喜可贺 当今圣上仁慈圣名万邦贤宁 遗漏在朝廷之外的人才 那是一个都没有啊 这就是所谓的野无一贤 沉迷在杨贵妃温柔乡里的唐宣宗 对这种鬼话竟然相信了 都府考试无望 只能寻求引荐 自建信写的那叫一个字 狂 说自己是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一定很快就会身居要津 结果这简历好似泥牛入海 有去无回 都府在长安漂了几年 卖药都市既使有朋 可谓是贫困潦倒 给自己取了个号 叫做少林野老 就是说长安郊区一个 又没钱又没工作的老家伙 不过杜甫毕竟有才华 这机会终于来了 天报十三年正月 宣宗举行三大祭祀圣典 杜甫写下文词华丽 气势辉弘的三大礼服 在民间众多的献富文章中脱颖而出 宣宗一看 排案交绝 不是说这世上没有人才了吗 直接下旨 朕要单独考考他 皇帝单位一个人举办独家专场 开科取士 古往今来是闻所未闻 消息一处 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 考试那天 季贤院的学生们 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先把这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杜甫有诗云 季贤学士如堵墙 关过洛比中书堂 那么这次万人主目的考试 结果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先要看看当天的主考官是谁 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还是李林甫就说这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考试后玄宗问道 此子才华如何 李林甫答 此人确有大财 玄宗大喜 那这必须重用了 可是李林甫又说了 您刚昭告天下野务一闲 现在又蹦出来一个 岂不是啪啪打脸 不如给这个候选资格 若朝中出现空缺 再受官嫌 在这个奸臣的一通忽悠之下 这都府只得到了一个 备选公务员的资格 这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避嫌苦及心智 劳及金骨 恶及体肤 空法其身 不知那个时候 都府是否会用孟子的这几句话 来勉励自己 不过呢 他确实把这些个苦都吃了一遍 在常安的都府身处社会底层 也看到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四年之后 已经穷得叮当响到都府 接受了一个 又为帅府冰曹参军的小职位 这是一个兵器库的管理员 这时的他已经44岁 来长安将近十年了 好不容易吃上了官犯都府 回奉仙探望妻儿 正改上安史之乱 他这一路上 亲眼目睹了大厦江青时 权贵们醉生蹦死的生活 和逃难百姓 缺衣少量冻死路边的景象 写下 猪门酒肉秀 陆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皇帝沉迷酒色 奸臣当道 短短十几年辉煌的大唐 已经是风雨飘摇 更惨的是 都府回到家里 听到的是嚎啕的哭声 他的小儿子活活被饿死了 半年后 同官失守 唐宣宗逃亡 太子李亨在陵武继位 视为宿宗 都府安顿好家人 直升北上投奔宿宗 想为国效力 然而途中被叛军抓住 押到了长安 此时长安内初步所及 也是百姓 一不蔽体 贵族王尊街头行起 怎是一个惨子了得 面对国破家王的危险时刻 都府一首春望描写 当时的心情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赶是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语不胜瞻 一年之后 郭子怡率军攻打长安 都府趁机跑掉了 风采露宿来到了凤乡 投奔宿宗 这是麻邪见天子 衣袖露两种 宿宗被感动了 受他左石仪一职 这是一个贱官 都府以为终于熬到了施展报复的机会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被扫地出门了 原因是这个职场子 为了打败让的宰相 房管了 民不平 于是被贬为了华州司公参军 从此离开了朝廷 木头石毫村 有力夜捉人 老翁于强走 老妇出门看 李狐亦何怒 夫提亦何苦 杜甫一路所见 都是战火带来的流离失所 和生灵涂炭 他创作了史诗级的作品 三利和三别 深刻地描写了 乱世中百姓的悲苦 在华州不到三个月 在这兵荒马乱中 粮食特别的贵 吃不饱肚子 杜甫一家 只能是器官逃难 一路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自身难保的艰难里 杜甫还担心着 故旧秦鹏 当得知李白被捕如鱼 他做梦都在想着这件事 别人是避之不及 杜甫却盛赞好友 笔落金风雨 诗成器鬼神的绝世才华 为他力转名冤 路从今夜白 月始顾湘明 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在这兵荒马乱中 久无音信 他思念的诗 写了一首又一首 杜甫一家来到了成都 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安顿下来 有了一个成都草堂 度过了大约四五年的时光 这里的生活仍旧是窘迫的 毛巫为秋风所破歌就写在此时 家里常常吃不饱饭 孩子们饿得是一脸的菜色 一天杜甫推开柴门 看到了不远处的万里桥 那是当年诸葛亮送费衣 出使东吴的地方 眼前是莲花盛开的百花糖 让他想起了梦子梨楼中 苍浪之水清晰 可以灼我阴 苍浪之水灼熄 可以灼我足的一句 感叹起自己 无论事是清卓 都笔根不错的生命力来 清风吹过绿色的枝条 带来一阵清爽 天上飘下细雨 滋润着红色的莲花 都符不由地附诗一首 狂夫 万里桥兮一草堂 百花潭水浸沧浪 风寒脆笑 涓涓静 雨衣红曲 冉冉香 后路故人书断绝 横积至此色其亮 雨天沟壳为书放 自笑狂夫老更狂 面对石不果腹 前途茫茫的严酷现实 一般人或许已经崩溃了 然而杜甫呢 却还有心情欣赏美景 又说 哪怕一身老骨头填了沟壳 没有这一副 书放旷大的心态 不曾改变 回看自己啊 诗人都不尽哑然诗笑 你是怎样一个越老越狂的老家伙呀 如果说人们可以把年轻时杜甫的狂 看作是对才华的自信 是不安适适的智能 而此时他的狂却是饱经风霜 却仍痴心不改的奸人 曾经他说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现在他说 玉田沟壳为书放 自笑狂富 老更狂 年轻时 他站在山上 年老时 他快被扔到了沟里 可是 哪怕滴入了尘埃 他仍旧关怀着天下苍生 师生的精神力量 就是如此的强大 都府一度避乱此周 第二年安时专业评定 他文讯激动的写下 街外不传 收纪北 出文提累 满衣上 却看妻子 愁何在 满决诗书 喜欲狂 白日放歌 须纵酒 青春作伴 好还乡 既从八辖 川乌辖 遍下襄阳 像洛阳 然而他没能马上回到洛阳 而是回到了成都 杜甫的朋友 延武呢 举荐他担任了 剪较公布园外郎 就是延武的参谋 杜甫又称杜公布 就是从这来的 一年之后 延武去世 杜甫失去依靠 其全家离开了成都 顺江而下 到了四川奎州 在奎州两年 杜甫得到了 当地父母官的关照 终于衣食无忧 还颇有田产 终于过起了 悠哉悠哉的 田舍翁的生活 美中不足的是 晚年的杜甫疾病缠身 之交固有 纷纷一事 崇阳登高时 他写下 湖边落幕 潇潇下 不禁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 常做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 奎州虽好 杜甫还是希望 夜落归根 经过艰苦的抉择 终于踏上了返回 洛阳故里的归途 怎来 这是一条永远都没能走完的路 归途中意外连连 还曾被铜水围困 一家人 五天是利米未尽 幸好 当地官员 派人士拔身涉水 送来了食物 并把他们 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可就是不久 体力不至的杜甫 就在北上的一条小船里 去世了 十年五十九岁 如果说 李白袖口一吐 就是半个圣堂 杜甫则是大笔一挥 补习了 由圣转衰的大堂 杜甫留下了 一千五百多首诗作 写进了 《乱世的悲凉》 让我们看到 底层人民生活的 真实模样 它是我们见识到 华夏文人 应有的风骨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诗圣 大堂之所以是华人的骄傲 不仅是因为他曾有 万国来朝的辉煌 也是因为他有 杜甫礼牌这样的诗人 千百年来 他们的诗篇 温暖着我们 华夏儿女的心房 让我们永远也无法遗忘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